中国两个字连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看到传世古书里面 最早的就是上书里面就有了 上书里面有一篇叫《紫财》 我们看这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说黄天继父中国民 月绝江土 这样 这里有中国民 这是我们现在见到的传世古书里面 比较早的中国两个字合在一起说的 那中国最早的实物证据 或者说出土文献里面的证据 那就是这个 大家很熟悉的大名鼎鼎的这个河墩了 那它的时代呢 大概是西周早期的 那里面的这个底部 发现上面还有名文 这是它的这个内底的名文 踏片 那么周武王在这个 罚咒灭伤之后 说过这样一句话说 于其宅资中国 自知一民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我要在中国这个地方建造都义 那我们看到这个名文里面这个中国的国 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 它就写成这个祸 那何敦现在说中国指的就是中间的领域 也就是居于天下之中 四方之中的地域 后来呀 中国在具体的含义上还略有一些变化 那这一件这个文物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 那么它是用枝花的锦段做成了这个户臂 可以绑在手臂上面的 这一件枝锦的图案里面 我能看到它上面有字 对吧 上下各有这样一句话 写的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立中国 那么这里的中国呀 具体指的就是中原地区 中国在古代的称呼呀 还有很多 大家熟悉的 比如说神州 九州 九域 华 华夏 中华等等 那么这些称呼里面 有的是源于地理的概念 有的呢侧重于民族的概念 那么它各自都有它的内涵和使用场合 我们了解最早的中国 就是亲近我们共有的文化跟脉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说是什么 这些心承词 说是什么 你的 你 感谢观看